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不扮高深,扮求均真,啤梨漫步,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這一下前週來,話說婆婆禮拜二下午三點,推著車仔在深水埗宇宙街和桂林街交界擺地攤。 金發辣車狂吶婆婆的東西左街,由推跌婆婆的手推車,搞到一鼻花生不得跟著中。 她說什麼?你懂不懂她?你唱吧! 我懂的東西,多看你,你快點,還不想。 一走 很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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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來了 你肯定坐牢 你肯定坐牢 坐牢了 坐牢了十、兩、三年 婆婆好聽話沒有還拖 金髮女就站定定在擺姿勢 維持姿勢五分鐘 直到警察來到 以涉嫌襲擊拘捕的女人 再送婆婆去醫院治理 你先抓住她 我們去看她 我們去避免她 待會她 她是男人開波打了 這件事是怎樣 發生了什麼事 在深水埗 有了婆婆和葉婆婆 平時都在那裡放攤檔 賣白蘭花 白蘭花現在都未必多人買 即69歲 不過看樣子很蒼蠅 不像69 即是八十多 其實69歲都不算老 她買藥油 買白蘭花自力更新 亦買花生 突然有一天 她是40歲 金髮女人 說她是阻街 可能她是正義人 你阻街 阻礙 但也剛才看她 可能有些情緒很激動 或者精神有些失常 說一說 譬如阿婆也有拼罪 旁邊有些人 起哄覺得 無論她怎樣都可以去街坊 阿婆霸了很多年 或者有些人就是怎樣 不知不用審了 你罵阿婆就肯定不對 可能你阿婆不對也不止 可能之前人家有些衝突 有些口角 在這段影片是無法交代 你見到 後來女人就動手 阿婆也有些反擊 就是拿著摺凳 摺凳頭 七武器之手 即是蘋果凍心 說阿婆沒有橫拖 其實你見到是有的 對她有沒有打中的女人 是一回事 阿婆是有智慧 她有最少的 也擺行了陣式 最後阿婆被人打到眼睛腫了 幾日百人都當 很慘 這件事 你一個地區工作者 適合一些南亞朋友都正義 雖然沒有一個人阻止到 那一刻 整個掃把打到她 女人掌握了一會 有些人有些失策 或者純粹就是 嘩 男人有什麼要給呢 不要做和事佬 不要做中間人 不要做回忍 還有三代好 三姑六婆自己大戰 有她自己 難斟千萬不要插手 這個我絕對好 你看這件事 你又怎樣 我們撇開我們用一個地區工作的角度去看 純粹那條片 阿康正說得對 前因後果不知發生什麼事 但是純粹看條片 這件事 那個四十歲女人 拿一把掃把 一下子 放進去 阿婆 我真的覺得不對 但是另一件事 她說 阻不阻街的事 其實很簡單 不用你去做的 你打一八二三 食環直到 尤其是她是阿婆 現在食環專注阿婆 我相信很快到 如果阿婆不讀 如果搞不定阿婆 她馬上會叫支援建防部隊 所以其實這個四十歲的女人 如果你覺得道理在你身上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自己來 不過我看 她的精神失常 她說是正常人 她們當什麼 自己 蔡豐華還是Queen 自由神爵 她很厲害 做什麼 唱完歌一定 阿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她定了五分鐘 做什麼 但是還沒想到 就是唱歌 Wook Talk 還是大L以前 在玉石腿樂隊 最流行都是這樣 唱了一首歌 是 她知道 是 然後 人家都是擺幾秒 你擺五分鐘 瘋狂線 你說會玩就對了 前輩在土瓜玩 下山 接著是長城街 有兩個平時 都在做實方者 自力更新 是 有兩部鐵車仔 突然間 一對鷹姐說 食環處 突然沒收了鐵車仔 沒收了財物 是 她說她鐵車仔 也怕被人偷 有一條鐵鏈 被食環處 強行剪了 這件事 食環處 收你也不奇怪 因為這些是 說你阻街 說你犯法 但是第一 她違反了程序 第一 必須要先有警告 口頭警告 然後就是貼一張 俗稱王子的移走 賬外物的通知書 是 但是 根據英姐說 這部車 剛剛用四百多元 買回來 做實方 她的成本 趁著假期 希望實方 收取一些錢 即幫補一下 誰知道別人沒有這種程序 她也懂這些 可能有關注實方者的組織 例如薩平台 那些周圍幫她 就出現了她這件事 食環處 為何要不跟規矩做事 很簡單 我們說了幾十次 上頭是要交數 那些周圍 永遠都欺負阿婆 這些事無日無知 但是說開 我要為一個人 即一個人 即前陣子 我們不是說貨車強姦事件 即21歲的被告 她現在是22歲 即是羅心心 簡單說 愛成說 一天羅心心接一條女兒 就放肛 大家去到 她開著貨車 在荃灣的丈山村 那條女兒就做受貨員 那條女兒就說不抵得她這條兒子 就經常在她面前說她這條女兒的壞話 於是她就扮受貨 就跟那條兒子搏 之後還在WhatsApp問她的兒子 爽不爽 也說希望那條兒子爽爽 即是有那些證據 也說其實那條兒子強姦了 因為她本身是想錄音錄下她 即是掃臭她女朋友的那些事 就給別人的女朋友 那時候也有些嫌疑 第一 如果那條人經常在你面前掃臭她的女朋友 你不用假裝肯和她搏東西 或者假裝肯受她溝 她也繼續說 那你這件事是否多餘呢 還要擺在自己的危險呢 事後還問人是否爽不爽 你都說可能想有一些紀錄 說別人是道歉 我們是不是朋友 這件事法庭就判了 一致通過七個陪審員 無罪釋放 好耶 我覺得這次法律是正義 為什麼呢 SDA就說 不止於被告經常在我面前投訴她正印的女友 故假稱喜歡對方就撤局約她出來 在望偷偷就錄下被告大嫂女朋友的不是 然後就把錄音轉發給正印的女友 怎知道就被人強姦 好了 被告這樣說 其實那條女兒是有兒子 我也有女兒 不過男人都很可愛 於是狂追她 又甜言蜜語 又接人收工 大家都決定正式在一起 他沒有交代那條S 有沒有可能跟兒子分手 怎知道後來他就發現了那條S 看他的電話 我心想 撥完東西就馬上看你的電話 你也很不小心 發現原來他跟他所謂的女朋友 是未分手 所以一路之下呢 才告他強姦 我看到有些人在下面留言 說他上去聽審 都說這條女兒有很多謊言 就胡言亂語 這個脫羅心心 我覺得是你自己是不幸的 那男人色色 又算有女兒 在外面找一個人 又有兒子 有什麼所謂的 是吧 李承退我怨的 李承退我怨後來才發現 撥完東西 那一刻是李承退我怨 後來才發現 人家跟女兒還沒分手 就不要作那麼多故事 是吧 即是每次都我太太 劫力老鼠 講人權鬥時 捍衛自己權利的鬥時 大家會想到有些什麼人 人很多人 例如很多人又輸不到 馬丁、路德金、劉曉波 誰都好 你可能做些左膠就說 長毛 長毛終結 即是我說左膠 如果你說玉板 可能你熱血的就說 王養達 可能我們MSK 林康正 啤梨 史提他這樣 我跟他說通通都不是 是 最近是誰 就是葉劉淑儀 嘩 出相 喂不要了 講返講 記得出相 大哥 我這張相 我這幾天 不斷被人瘋狂地傳過來 大哥 我已經不敢再下載這張相 最近葉劉去你的故鄉 泰國就玩了 你貼了他的相 看到他穿著他的熱褲 怎知道很多網民就說 你幾多歲啊 進行穿短褲 你先照一塊鏡子 肉鬆泡泡 都不知有幾多 橙皮紋 以前也試過 八八有時候都見到 在右下角 推過張照片 說你拿來腿 之前不知是西班牙的時候 還是法國又躺在那裡 打那些 大家記不記得 推過張照片 有經典 而且記得他以前 扮過劉華 把那條木 放在自己的頸上 他後面 擔住他 淡水 扮過劉華 那時候已經展示到 第一 葉劉是白正的 你留意中間的腿 腳毛看不到 你還不叫我看 就算有 都應該是不頻密的腳毛 最多是粗一點 是有些粗的腳毛 但是不頻密的 腳毛粗一點 右上角 你見到其實噴到 他那件白衣 真是白雪雪 就是年輕人是扮過 如果只是腿 最左邊 由當時扮情美 扮劉華 原來葉劉華 有這麼大波 他說 又有腿又有波 雖然他現在變了大媽 他就說 第一 你們不要歧視 別說不要歧視 年長人士 我們也可以擺J圖 像他當年說 我捍衛 連髮型都捍衛不到 又怎樣捍衛大家的利益呢 當然最後是捍衛不到 他的掃把頭髮型 都要剪掉 但是今天就告訴你 當日就捍衛發言 今天就捍衛他 Post J圖的權利 帶回來 嚴重警告你林康正 不是啊 我告訴你 你為什麼要把照片放那麼久 是不是要J那麼久 放兩邊就算了 嚴重警告 他吃飯的時候 把你咬身上 我是很客觀的分聲 葉劉那條腿是不差的 白雪雪 是毛粗一點 還有短一點 暫時還沒有看到 有這個 橙皮紋 不過橙皮紋 通常就是這些位置 他看不出來 他的波都是大的 如果他做多些運動 實一點 鎮定一點 也都掩著他的臉 或者包著他的頭 其實也能鎮過去 我呼籲大家認識我的朋友 我求求你們 不要再發那雙腳的照片 我早幾天已經是 不斷發那雙腳給我 我又不知道 哪一個人來的 有沒有出樣子 他就問我 喂 傻不傻 超級無敵 古哥仔 你怎麼回答 你又說 初時我猜一定是有福的 說真的人家死了老公都很久 都寂寞 都要寫一些J圖 勾引一下別人 可能他見到 連李施煙 都勾引到別人 還要人家壓到別人 他七十萬 你堂堂立法會議員 陳政會議員 葉劉索儀 Post J圖 勾不到人 他不相信 傻波說十八無醜婦 喂 這個重任交給你 傻波 我跟你說 少女十八無醜婦 但總有例外 包括葉劉的女兒 包括後生屈永賢 不過葉劉的後生 不會漂亮的 你看嘴又細 眼又細 鼻孔又細 一八就遮三手 勉強就吊得過 我相信脫頭傘 下一次說說 台奸漢奸 正如是 本題 quests 很可憐 反應